一、两对喇叭的样子很相似 但又不跟大小的? 不要告诉我,你都说了两对吧 你不要问太多了 来到Caf教室的第三集 想说两只Caf近年最具代表性的产品 LS50 Wireless 和LSX之间的规格和功能上的分别 先谈谈新推出的LSX 这款产品有的买点包括了 颜色配搭比LS50 Wireless更多 而且整个体积都非常低色 数字上是240x15x180mm 而重量也只是3.6KG和3.5KG 所以真的非常适合香港 放在电视柜上已经是一套很好的组合 另一个特别的买点就是 左右喇叭的LSX都可以无线接拨 而最高在无线接拨的情况下 可以支援24bit 48kHz 如果用上有线连接 最高可以支援24bit 96kHz 亦是现在主流的HIRES Audio、音乐、档案的主流格式 另一个LSX特别的买点就是支援AirPlay 2 除了可以与其他AirPlay 2 器材组合成multi-worm音响系统外 还可以Siri 语音操控 这个在CAV教室第二集 其实也有一个简单的介绍 有兴趣的朋友记得去看 除了AirPlay 2 之外 DLNA、Tidal、Room、近年主流的Streaming 功能 LSX都可以支援齐了 跟LS50 Wireless一样 LSX 其实也是一个内置抗音线路的主动式喇叭 分别使用了70W和30W的Cast-D数码抗音线路 0.75吋的铝高音 和4.5吋的美铝合金中低音 组合而成的Uni-Q 单元 如果大家认为2.0系统 可能看电影时低频不太足 LSX 其实有超低音的PO端子 播出一种主动式的超低音 就可以组合成为2.1系统 另外它也继续是支援南博APTX 的解码 或者Android 电话去听歌 其实也是可以有更好的声音表现 而在机背方面 还有一个USB 5W的2A 输出 帮助智能手机充电之外 也可以用来连接像Chrome Cast Audio 这样的装置 去配合Android 器材 做一个无线播歌的方案 小时候已经这么漂亮 为什么还要买到大的呢? 至于LS50 Wireless 方面 其实它是一个建基于LS50 加起来内置了抗音线路 所以不用再配合抗音机 一拨接材料就已经可以玩了 LS50 Wireless 其实一样有光纤 也继续对应这个蓝牙APTX 解码 而它独有的地方 它有RCA Audio 的输入 以及USB Type-B 的输入 前者可以直接拨接SACD、CD 或者这些超级音乐器听歌 而USB Type-B 的用途是主要用来拨接电脑 对应非同步传输 最高可以对应24bit 192kHz 的PCM 解码 其实连一些USB的声卡或者USB DAC 都不用额外再买了 LS50 Wireless 也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 DNA 串流 LS50 Wireless 也是一样可以对应的 单元方面 LS50 Wireless 还用了一只一吋的铝高音 以及一只5.25吋的尾铝合金中低音 其实用料上跟LS6是一模一样的 亦是一个Uni-Q 的同速单元的设计 但在抗音线路上有点变化了 在LS50 Wireless 用了30V的AB 类 以及200V的D类 分别推高音和中低音单元 那究竟如何选择LS6 和LS50 Wireless 考虑就是使用的空间 LS50 Wireless 跟正规的书架扬声器一样 那么大 但是LS6 是一种非常的色的产品 要考虑就是摆放的地方大和小去选择 而第二 当然是声音方面 永远都是扬声器的双体体积越大 但是一来用的单元也越大 声音表现也是理所当然更好 而LS6 限于双体和单元 我自己觉得低频的亮感和整体呈现的规模感 都比较适合覆却一些窩居一些 或者一些书房用 我觉得LS6 比较合适 而LS50 Wireless 因为单元上 以至整个抗音线路的构造也有不同 低频量感自然比LS6 丰富很多 连带整体的动态 声音密度都会有更好的表现 即是不会拍边或已经玩到它尽的感觉 所以LS50 Wireless 比较适合应付 一些比较大的聆听空间 音画上都可以调得比较大声 即是不会拍边或已经玩到它尽的感觉 有预算 等于买到大的 所以总括来说 其实LS50 Wireless 就是可以应付一些传统 已经玩开音响对音响很熟悉的朋友 但又想找一套非常一体化的系统 那LS50 Wireless 是最好的选择 而LS6 我觉得比较适合一些 想找一套正规2.0 系统 用来做一些南亚串流 或者去AirPlay 或者Chromecast 投放一些串流平台音乐的新潮玩家 而且它也支援Room 和DRNA 亦可以令你认识一下 数码音乐播放的新技术 令你更加进阶投入这个音响世界 这两个CAP 的阿爸近年都获奖无数 而且它也支援Room 究竟如何选择呢 现在播歌给大家听听 希望这条分析影片 令大家在LS50 Wireless 和LS6 选择的时候 有更好的方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更好 促阳得以下 不需要您的部分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那是两个CAP的 最后一条 在点栏的圈坏 之后 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 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 也订阅 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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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